我們先來聽一下這位農友怎麼說 比較高的差不多30% 豬肉吃了一股月 一股月的問題這麼大 死亡率 刺激的死亡率這麼高 他說那豬肉 哪有我們人吃 政府跟我說那沒問題 說吃 吃你吃多少 吃一死人就沒問題 我給國語報告 那絕對好笑的就對了 好 這個許大哥其實 他講了一般我們人 不會知道的事情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講的 可能就是影響我們人的身體健康 但是他實際點出來了 這個豬可能用了萊克多巴胺之後 看起來長得滿漂亮的 但沒有想到一個月之後 有高達可能有高達3成的 一個猝死率 其實也讓他緊緊說 如果這樣的豬吃進我們人體 對我們的健康 會有多大的影響 萬里 你想想看說如果連一隻豬 他吃了萊克多巴胺的藥劑之後 他本來可能看起來 不是很漂亮的豬 但是吃了萊克多巴胺之後 他的體態就變得很漂亮了 可以賣到好的價錢 但是沒多久 這隻豬可能就會死於心臟病 這是豬 如果用在人體上 到底會不會有影響呢 因為現在連養豬 養豬戶都這樣認為說 這個萊克多巴胺真的是有問題 真的不能夠使用 真的有可能會影響人體 他雖然不是醫師 但是他是養豬戶 專業的養豬戶 有提出這個疑問的時候 但是現在政府 好像也沒有做一個很完整的說帖 告訴大家說到底萊克多巴胺對人體 到底有沒有效 只是說現在不停的叫一些那個 屬立的目立醫院去幫忙宣導說 萊克多巴胺其實對人體 長期使用下過量的話 才會造成問題 那我們就看到說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兒童 從腎臟科的主任錢建文就說 國際對萊克多巴胺 僅做過六個人的人體試驗 過去政府常在說 要吃多久的萊克多巴胺 才會有問題 一天要吃33片 而且要到多少 5年到10年以上才會出現問題 但結果原來這個數據 是只有做過六個人的人體試驗 根本無法訂定安全的容許量 跟健康風險的評估 所以說也讓這些醫師 還有養豬戶 都是相當的擔心 剛剛聽到的就是我們的 春河牧場的負責人 他勇敢的站出來告訴大家說 這些養豬的東西 這些養那個瘦肉精 其實對於人體 對於豬隻是有害的 對於人體他認為 絕對是個謊言 對 而且我們來看到 是安心消費公民連線的成員 段馨儀 他怎麼說 很多專家其實說 萊克多巴胺的安全性 但政府只透過意志的行政命令 要怎麼樣逼大家通通吞下去 儘管聲稱會強制標示產地 但台灣有什麼 有水餃 有包子 有貢丸 這種這麼多的絞肉食品 很難標示落實區格 因此消費者其實根本就沒有 所謂的自由選擇權 而且同樣提出質疑的還不少 我們再來聽一位 這一位農友是怎麼說的 他今天要讓他的胃肉比較少 竟然用藥藏在裡面 他老他的豬肉有毒 還要用這個霸權 要求一個鵝皇帝跟他說 你台灣人就要吃這個有毒的豬肉 這樣我就要跟你做朋友 台灣人有需要這種朋友嗎 塞毒品給你說你不吃 我就不跟你交朋友 我們需要這種政府做代言嗎 蔡政府讓我們很希望 好 這是懷蒙的前理事長 他其實講出這種心情 其實也點出了 我們台灣的外交困境 認為說我們真的一定要跟 美國這種強勢要求 我們開放美豬的國家 來做朋友嗎 其實也點出了相關 其實小人物最深層的一個無奈感 我們叫這個理事長 是用最直白的話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的朋友塞毒品給你吃 叫你吃毒品 如果你不吃這個毒品 我就不跟你做朋友 都跟你絕交 那麼這個朋友你不要也罷了 其實這是小民 一般民眾 市井小民 他們看待這件事情的最大的心聲 認為說如果說 美方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來跟我們建立外交的話 那麼其實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跟他做朋友呢 當然其實現在社會上 有大家很多不同的聲音 你認為說如果政府 真的要用這個東西 來去換取外交 換取一些經貿協定的話 那麼這個把關機制 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好呢 另外的話像是過去曾經在 因為美牛進口來台的時候 大聲站出來反對政府的 白米炸彈客洋魯門 他也說了 他就說政府不該進口 有毒的豬肉給國人吃 如果無法阻止 也應該參考菸品 在進口的豬肉上加注警域 提醒萊克多巴胺會導致人體的疾病 讓消費者自己去選擇 可以很顯然的 其實楊魯門直接講說 如果我們非得要用美豬 來去換取一些經貿協定的話 那麼是不是也跟菸品一樣 加裝一些警語告訴大家說 這個裡面含有萊克多巴胺 如果你有心臟疾病的話 請小心使用 為什麼不用這個方法呢 反倒是衛福部教部立醫院 去宣導大家說 萊克多巴胺目前為止 只要吃在一定的量之中 對於人體是沒有傷害的 對 所以我們可以聽到 包括是前理事長 懷蒙的前理事長 還有農友 甚至大家最熟悉的 養乳門 白米炸彈客 通通提出了他們的疑點跟質疑 另外家長其實也都非常擔心了 好 今天你已經說了 學校的上映午餐 不會出現萊豬的狀況 但是如果今天小朋友 去拖廳中心或是幼兒園 他本身下午都會有些點心 如果今天是給他一個肉包 或是其他的一些 還有絞肉的製品 生煎包等等 難道他不會吃到所謂的萊豬嗎 而且如果當這些 這個相關的幼兒園 可能為了要降低預算的時候 挑一些比較便宜的東西 甚至如果當中這些便宜的小吃 用用到萊豬的話 是不是其實也危害 我們未來主人翁的身體健康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 其實現在大家都想要 把這個萊豬給擋在外面 但是 好 如果真的擋不住的話 地方是不是開始自己要做了 地方現在開始要做很多事情 像是另外就是 他們可能就是加裝自己的 那個零檢出 還有地方自治法條例 除此之外 現在立法院國民黨黨團 也決定要去重新修法 提了兩個重要的法律修正案 第一個就是針對 食品衛生管理法的 第15條跟第22條 將不得使用瘦肉精於 食品內入法 在風險控管部分 必須聲明使用的狀況 而不是現行的標示而已 那意思的話就是說你要告訴大家 你這個豬是用在哪些部分 你使用狀況講得很清楚 不能夠只是現行說 標示說內含什麼美國豬肉的豬油之類的 另外的話 學生學校的衛生法第23條 由現行的法條禁止積改食品 教育部也是一指公文 要求使用美國豬肉在膳食中 未來的話要明定 禁止含有萊姬的相關肉品 已經再製品使用在 營養午餐之中 這是國民黨提出的兩個重要的 法律修正案 希望在立法院開議之後 能夠整個送進立法院 進入立法院的三讀通過之後 由這個法來去要求說 縣市政府包括說學校 都要禁止萊克多巴胺的豬肉使用 而且晚年我們來討論到的是 其實包括像是地方 現在都有很多一些政策告訴大家說 好 我們地方要規定零檢除 但是一樣都會出現所謂的辭法 這個跟母法打架的情況 所以最後大家還是不得不聽中央的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的縣市 都已經訂定了所謂的自治條例 因此行政院長蘇貞昌 昨天也講了希望中央地方 我們一起一條心 起義步驟不要亂了套 但我好奇也是 其實地方如果都是這麼不想開放 這麼不想要民眾吃到 所謂的美豬的話 中央怎麼還是這樣的態度 尤其是民進黨的前立委 李俊宜就說了 這個食品安全分為彰化版 嘉義版本 不可能那些都是在併選票 難道你一個縣市都要設一個海關嗎 我就好 你說 好 地方其實已經有這樣的聲浪出門 難道中央沒有辦法 好好的跟地方來溝通 我們也不希望任何的一個法令 有什麼地方版 中央版 所以說等於說 其實中央應該好好的來跟地方溝通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中央就是強制說 我就是要通過這個美豬進來了 那萊克多巴胺目前為止的話 我的確是有個規範指在內 也希望地方政府來遵循我們中央的版本 不過因為地方政府父母官 也有地方政府的壓力 因為現在學生 家長 爸爸媽媽 都很擔心自己的小孩吃到美國豬 但大人不在意 但小朋友他們擔心小朋友 所以父母官為了要平息 大概線內的一些民眾的 害怕聲音或不滿的聲音 所以說他們會啟動了所謂 地方自治法 用地方自治法要求說 他們豬肉一定要零減出 就是你所謂的萊克多巴胺的龍血量 是要零減出我才能夠在我的 譬如說是嘉義市的話 才能夠在嘉義市上市 那如果我是雲林的話 如果你去雲林的超市買東西 我必須要認明說 我有零減出的標章 並且這標示是台灣豬 我才能夠進行販售 這是地方自治法的關係 但是現在中央法令一下來之後 變成說異國 異國很多制 因為包括就像李俊瑩講的 有彰化版的 嘉義版的 雲林版的 甚至別忘了台南自己本身 也有零減出這個版本 所以像版本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說溝通 的確是要跟地方政府 來縣市政府溝通 只是說這個縮帖到目前為止 就是還沒有完整的下來 我們看到說最近 衛福部跟農委會忙著做什麼 第一個減出標準 還有標示標章怎麼用 所以說他們先把這些東西 做完之後才要下去 跟地方政府來去做一些 溝通跟協調 但是我們要知道說 現在地方政府已經開議了 所以說該修的地方自治法 已經全部都在修了 那中央部分的話 也在修所謂的 食品衛生管理法 所以說大家每個縣市都在修法 凸顯的什麼呢 凸顯的就是 大家對於中央就是不信任 對 中央不信任 為什麼 因為你相關的標準 而且相關的一些細則 通通都還沒有出來 竟然是因為一直的行政命令 就要求下面的各縣市 都來吃美豬 而且一般民眾 其實恐怕都會是犧牲者 甚至其實再過不久 馬上就是中秋節了 大家可以想像到 明年的大家可能拿到手上的 中秋節月餅也好 可能裡面就要標示說 這是含有美國豬肉的 當中食用的油脂 所以大家以後拿到的月餅 就會這樣子 而且我們剛剛其實也提到說 這個食藥署玩 很晚的時候 才公佈所謂的 萊克多巴胺的豬油的容許量 竟然是不用標示 但是其實在昨天 衛福部長陳時中也講了 好 未來都會要求大家要來標 但是現在其實也變成 光是同一個部會裡頭 衛福部跟他旗下的食藥署 又出現了不同調的狀況嗎 到底要不要標示所謂的豬油 在目前為止 原本食藥署說不用完全規範 但是後來陳時中說要規範 到底是要規範還是不要規範 昨天的時候 衛福部長陳時中就講了 他就說口頭講了 他說目前只是預告階段 內容還可能會修改 所以月餅跟抓餅的 使用豬油的散裝食品 是否要標示 目前都要朝著全面標示的規劃 還在跟業者討論溝通中 我們看出來說 其實衛福部長已經認為說 要全面標示 但是食藥署這邊 下面做事的人 認為說你這樣子全面標示 可能有點難度 所以很顯然的 一個部會出現了兩套標準了 對 一個部會不只出現了兩套標準 甚至其實以民進黨執政黨的政府來說 應該都是一套標準了 就是強迫大家一定都要吃下去 而且不理會地方的聲音 甚至也不主動跟大家來溝通 難道這不是最阿拔的政府是什麼嗎